春秋繁禄,为人者天,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 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人之形体,化天树而成,人之血气,化天之而人,人之德性,化天礼而异 人之好饿,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食 人生有喜怒哀乐之达,春秋冬夏之泪也 春之达也,怒,秋之达也,乐,夏之达也,哀,冬之达也 天之父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已 故曰受,由天之好也 为人主也,道莫名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 使其出也,达天之出四食而必中其受也,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未也 复曰,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故曰,一人有庆,照民赖之,此之未也 复曰,正有三端,父子不亲,则置其爱慈,大臣不合,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立其孝帝 孝帝者,所以安百姓也 立者,免行之身以化之 天地之树,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 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正,必有教化 故曰,先知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养也 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 教化之功不大乎 复曰,天生之,地宰之,圣人教之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 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故君民者,贵孝帝而好礼意 众人连,而轻财力,公亲之此于上 而万民听,故曰,先王见教之 可以化民也,此之谓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穆,也 声音应对者,所以说而也 好物去救者,所以说心也 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公 则目说矣,眼里应对训 则耳说矣,好人厚而恶浅薄 就善人而远辟比,则心说矣 故曰,行思可乐,容之可观此之谓也